備戰2022年底選戰 藍綠白洞起來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上午現身路跑活動 而且親自下去參賽 是10K玩賽 她也說她是非常的感動 明年還要來 不過明天這個時候 她會不會以市長的身分 來到這邊參賽呢 來聽她的最新回應 我們一起加油吧 謝謝 我們明天要跑21K 謝謝 然後問一下副市長 哈囉哈囉 我們今天三個都玩賽 他們明天要陪我跑21K 可以聽到黃珊珊 埋下伏筆說 大家一起加油 因為今天也可以看到 她幾乎是母雞帶小雞的態勢 旁邊還有學姐黃靜穎 以及港湖的你參選 港湖的參選人陳佑辰 另外其實她的對手 藍營的蔣萬安 也有來到現場 而且還巧妙的跟台北市長 柯文哲擦肩而過 不過就傳出現在蔣萬安 其實找來過去市府團隊的成員 來幫她惡補上課 要來力挽狂瀾 一直不斷地在跟各界來情意學習 也在拜會好 那也都一直在不斷地傾聽民意 這都是我每天的工作 那過去是這樣 未來也會繼續 天天要講外面是表示說 她現在就是持續地跟各方 情意也傳出 她其實三月開始就來密集的上課 甚至就是要擬立新的市政白體書